1962年8月27日,香港東南面1300里外的太平洋海面有一個熱帶低氣壇形成 到第二天,已經增強成為一個熱帶風暴,改名溫代 8月29日,美國偵察機飛入溫代風眼之內,並且報告颱風已經達到巨風程度 當時溫代的覆蓋範圍已經達到1000里 30日晚上7時45分,溫代距離香港400里,天文台掛起1號戒備訊號 31日下午4時10分,改掛3號風球,開始下雨 晚上10時50分,天文台估計,溫代將會在第二天10分接近香港,改掛相等於現時8號東北烈風的7號風球 9月1日,凌晨4時15分,9號風球 2小時後,香港10號風球 4次10時10分牢 8次10分,湖12時10分,更位於20呎以上 10分的 mortals,這麼高,流附近20呎以上 高,這種風暴潮,就是幾十人一次 溫代有多強勁 還可以從它的氣壓度看到 氣壓越低 颱風就會越強 這個圖表 顯示溫代橫過香港的時候 氣壓步跌到只有953.28% 這個都是一個紀錄 當時市區風勢猛烈 汽車翻倒 招牌雜物橫飛 棚架倒塌 甚至連巨型的輪船都沉 溫代帶來的暴雨 亦都非常可怕 翻查當日降雨紀錄 在10號風球前後幾小時 降雨量突然大增 幾個小時就下了200毫米雨 可以想像當時水浸情況非常惡劣 溫代集港 單是沙田 就導致150人死 統計全港 死傷和失蹤人數近千 一夜之間 無家可歸的災民達四萬人 溫代的確是五十年來最可怕的颱風 在10號風紀錄 在黑业中的街上,一路选择的困難, 被捕捉到沉坠。 尼云公司的汽車向往往, 像其他企業的公司。 其失敗風向前, 加上了困難, 已經在階段上迷惑大地震。 最高的壁壞的壁壁所, where flimsy buildings crumpled like paper bags 45,000 are homeless many have lost everything they earned many hundreds are injured and they're still looking for the missing so far 123 have been counted dead including 5 men from the RAF for those that remain in spite of urgent help from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ief agencies there's the heartbreaking task of rebuilding broken homes and broken lives where we can potentially save the whole fair go to help wg g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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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